世界看好了 台V只示范一次 史上最大蒸蛋业配广告 知名VTuber三毛决战推荐 我一次吃了四碗 高雄连差大饭点 帕圈巴黎金字自助餐 Buffet你值得一试 大家好欢迎来到秀秀秀的频道 我是阿修 今天我想跟大家简刀聊聊 关于这次CyberLife炸香事件 本期影片将会简单带过 这次事件的懒人帮 不会讲的太细 Buffet和Cycha的整理懒人包 网址我都会放在影片下面 大家有兴趣再点进去看 目前这次事件已经完全平息 各个当事人大多已经回归到直播活动中 包含那位声音极像是余娜的钟智能 也会在某几个VTuber的直播影片中跑出来 相信在未来的某天 我们依旧可以在某位新生VTuber中 听到那令人怀念的声音 CyberLife 炸香事件不是因为当天某件大事所引起 而是许多事情开始慢慢累积 到了一个定点一次大爆发的事件 整件事情的爆发点大概是这则推特 2021年5月18号台湾VTuber订阅前15名 拥有1.67万订阅的水野余娜在推特爆气宣布毕业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5月17号 拥有余娜牛肉两位VTuber的CyberLife公司宣布签下台V社团 4VTuber旗下熊猫及三毛 以及未出导三骑生33 5月18号 余娜粉丝及牛肉粉丝在DC讨论版中吵架 熊头建入纷争 导致余娜爆气宣布毕业 5月19号 CyberLife公司宣布解散 简单整理一下各方论点 牛肉及余娜同时身为CyberLife公司旗下第一齐生 但牛肉因为本身直言的习惯 曾多次提到公司资源不空偏袒余娜 从最初的PP事件到前阵子的干爹事件 导致余娜粉丝与牛肉粉丝逐渐出现对立 甚至在DC群组之后吵架的情况 让余娜萌生退役 并与经纪人联络8月底后离职 而5月18号DC群组又在讨论事情 这时候熊头的介入让余娜不开心 直接在推特上宣布毕业 并且在一连串不论是熊头或是CyberLife的公告 或是三毛的直播熊头的直播等等 我们可以得知早在16号 余娜与牛肉私底下对谈中就得知 牛肉本身身为CyberLife公司的出资者 CyberLife公司在一开始仅有老板等于经纪人 牛肉余娜三人 让余娜整个抱着 我把你当同事 你跟我说你是老板 那前面的资源不共说的是假的吗 整件事成为了顶火线 随后加入战场的则是5月签进来的3位4VTuber 三毛熊头未出道三骑生三三 顺带一提哦 这样算起来 CyberLife在解散之前是仅有5位VTuber和1位经纪人的公司 同时得知三毛及熊头三三等人 签署了一个会让三毛家人大发类庭 说出你不解约 我就马上断离网路的经纪契约 反正详细是保密套款 我们只要知道 离职要付出100万这个上法院可能没什么立场的违约金 也因此在余娜宣布推出之后 三毛及三三也相继宣布推出CyberLife 然后CyberLife公司就宣布要解散了 嗯?嗯?嗯? 许多事情都是一个一个的隐瞒、谎言所造成的不信任 在公司及旗下的VTuber互相不信任的情况下 直接选边站分为两边 一边是三毛、余娜、三三等不信任派 另一边人是殷传的熊头 出自没有实权的牛肉 将熊头整理了懒人包当作公告发出来的经纪人 两边互相开直播炸对方 但很明显的三毛那边是有备而来 整个网路趋势倾向于三毛方 而且娜娜是毕业代退的最大嘛 对不对? 最后在CyberLife公司 AKA经纪人的推特发文 以及牛肉的道歉直播 三毛及熊头的联动直播下 确认了4VTuber与CyberLife公司正式解约 娜娜拿出5月的SC总金额 当作为优金解约 牛肉转为个人事 且未来不会再提起这件事情后 结束了这场闹剧 唐太宗曾经说过 人以同为敬可以正一观 以骨为敬可以见心体 以人为敬可以知得思 从这个事情 我自己学习到几件事情 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CyberLife事件 不论是对于想成为VTuber 或是想开VTuber公司的人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警惕 想成为VTuber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提 除非你像是熊头领居的4VTuber那样有人带 不然光是建模你就会喷上一大笔钱 更不用说电脑设备了 因此想选择加入企业师的性能一定会非常的多 但当你签约的时候 就已经不能用玩乐的心态下去处理 势必要用自己私在做一份工作 去审视你手中的合约 花个几千块去找律师审视合约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要觉得合约都不能改 合约是可以改的 真的不要迫于人情的压力去签约 今天CyberLife公司愿意和平解约 是CyberLife公司 未来哪天有其他VTuber公司 因为合约的问题要纳上法院的时候 相信我 就算未来VTuber是胜利的 你也会因为跑法院的心力交瘁 现在台湾VTuber的市场正逐渐壮大 一个1万人订阅的VTuber 单月的SC金额就可以突破3万台币 算上会费、律界金额 单月的SC可能会突破5万的情况下 顶尖的VTuber已经成为一个公共人物 即使你是个人士 将来也可能会遇到不论是 加入企业或是厂商业配的细节 如果人气飙升快速的VTuber 还处在自己属于玩乐的心态 那很有可能就会没办法处理好这块 公共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警示 处理许多事情应该更加小心谨慎 虽然大家都是年轻人 粉丝可能会原谅你这一次 但如果接二连三的发生 这所谓爬的越高 摔的也会越痛 这个影片我个人不想讨论是谁对谁错 我想这个事情过两三个月后 就会被大家淡忘 但我还是想做这个影片去记录这个事件 一方面是想告诫 不论是VTuber或是YouTube 或是想成为VTuber或是YouTube 或是想开公司 甚至你现在就是VTuber公司的人们 一方面也是告诫我自己 未来要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句 以及在签约上有任何细节都要仔细注意 让我们共勉之 最后本次世界最大的受害者 大概就是余娜本人 在此由衷的希望未来能在某位VTuber身上 听到那令人怀念的声音 或许休息几个月之后 希望你能振作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把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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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